嫂子靠公平公正被选进高考寻考组 高考期间身后的考生一直踢我凳子 要我给他传递答案 等嫂子寻考走到这间教室 我实在忍无可忍 用眼神向他寻求帮助 希望他可以一如既往的公正 可他接到我的眼神后 却反手将我举报 一脸的正义凛然 这位同学 你和你后座考生交托进耳的事情 我已经发现并且举报了 按照规定 你们的考试成绩将直接作废 事后 我哥却夸赞嫂子大公务司 责怪我考过就抄袭 我被学校通报批评 定在高考的耻辱柱上 嫂子却步步高升 成为教导主任 而我到死也是他一手迫害 嫂子忘记关煤气 让我中毒身亡 死后 嫂子痛彻心扉 这孩子怎么这么想不开 妈 我是不是不该举报他 可我要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让辛苦准备三年的考生 情何以堪 在睁眼 我重生回到了高三这年 嫂子刚进学校当老师的那一天 方迎 我把你在学校门口的课外兼职给辞了 你这样只会影响学业 小小年纪这么财迷 以后也发不了财 苏应雪站在台上 正义凛然的姿态 这是他在意中当老师的第一天 自以为的正义 帮方迎辞去了课余时间的打工 周围的一切这么熟悉 让我意识到 我竟然重生回到了高三这年 一切悲惨还没发生的时候 这一刻 我欣喜若狂 险些落下了泪 老师 这个兼职对我来说很重要 我已经干了一年 从来都没耽误过学习 方迎泪眼汪汪的祈求着他 我向你导证 以后也不会耽误学习 苏应雪神色淡然 面露关心 我这都是为了你好 赚钱有学习重要吗 全校的学生都没你这么财迷 他问都不问 就把方迎都供做词了 甚至没有了解过方迎的家庭情况 前世 苏应雪也是这样贸然把他的兼职辞了 方迎明明考得很好 最后却没钱上大学 他的父母双双病重 每月的医药费都要一两万 就因为苏应雪的一个决定 让他连攒学费的机会都抹杀了 方迎突然冲到我的面前 颤声道 张黎 我经常见到你哥哥宋老师来学校 你肯定和他关系很好 你能不能帮帮我 让苏老师重新和老板说说 让我继续打零工 他哭得气不成声 眼里充满了无助 可就因为苏应雪的一句话 毁了他的光明未来 我又何尝不是这样 前世 就因为我在高考期间被后座同学干扰 要我给他传递答案 为了争分夺秒 我一忍再忍 没有向监考老师举报 心里想着 等嫂子寻考过来 肯定会公正的帮我 可我万万没想到 当我用眼神求助站在窗边的她时 却被身为寻考老师的苏应雪给举报 高考成绩出来后 我的英语成绩直接零分 事后 我哭着和所有人解释 我没有作弊 我没有和后排同学交换答案 我的成绩是真实的 不能作废 苏应雪却一脸坦然道 大家都知道我和你的关系 正因为这样 我更不能逊死舞弊 那一天我亲眼见到 你和后座的考生 在用小动作 企图传递答案 你就算是解释也没用 你的成绩已经作废了 我哥一脸维护 张黎 你真是丢人 你嫂子是大公无私 而你一天就想着占你嫂子的便宜 她高傲的养起下恶 伸手搂住苏应雪 如果寻考人员不是你嫂子 你肯定不敢 可惜 你根本不了解她的为人 她公平公正 最爱维护正义 我爸不分青红皂白 上前杀了我一巴掌 丢人 你还好意思解释 你考试成绩作废也是活该 全家人都冷眼看我 恨不得将我千刀万挂 只有我妈小心地维护我 相信我 就算没有成绩 我也可以养活我妈 可我没想到 就在我午睡休息的时候 苏应雪却忘记关煤气出门 让我煤气中毒而亡 死后 我哥和我爸一直都很关心苏应雪 没人为我发声 只有我妈心红皂眼 生死力竭的怒吼 她是我女儿 是我抚养长大的孩子 她不可能高考抄袭 也不可能自杀 你们为什么不信 全家人冷眼旁观 任由我妈嘶吼发疯 而嫂子冷嘲热讽 可我如今只是一缕幽魂 根本护不住我妈 这刻 我才感受到透骨的绝望 要是能重来 我一定要让苏应雪的自食恶果 让她所谓的正义 都得到应有的报应 我伸手扶住方迎 握紧她冰凉的手 别怕 我抬头看向苏应雪 大家都知道方迎家里情况不乐观 老师 你都这么正义了 不如就好人帮到底 当她渡过难关 每个月你给她发工资 接起她点 苏应雪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一旦触碰到她的利益 正义就不算什么 文言 苏应雪脸色骤蓝一变 她还没说话 全班都跟着起哄 老师 谁都知道方迎是贫困生 你都这么正义了 肯定不会做事不管吧 老师 方迎的成绩很好 你要是自主贫困生的话 之后她一定会报答你的 你们说什么废话 苏老师一看就是很有钱 不可能做事不管 所有人都把气派的目光 落在苏应雪的身上 她有点下不来台 笑容浆在脸上 最后 苏应雪尴尬的咳嗽了一声 我这才上任几天呢 等我发了工资再说 我立马鼓掌 大声喊 老师 真是大意凛然 一发工资就给方迎 苏应雪脸色一阵红 一阵白 面对同学的追捧 她只能一阵阵地苦笑 很快 全校都知道苏应雪教学第一天 就拿出工资资助学生 紧接着 学校里不少贫困生 都来找苏应雪 他们都想让苏应雪资助 老师 我爸醉酒 我妈出贪还要被承管念 你能资助我吗 为什么方迎就可以被资助 我就不可以 方迎父母还没出世前 他的家境还算可以 但自从父母出世后 金钱就像是无底洞 只能无限往外花 苏应雪现在骑虎难下 只好含笑暂时答应 她这种正义 很快被校长知道 在学校升起仪式上 校长当众表扬苏应雪 大家都要向苏老师学习 这种设身处地 为学生着想的品格 只得我们每一个老师学习 话音落下 不少人都开始鼓掌 苏应雪被追捧得飘飘然 整个人都得意起来 她走上台 一正词言道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正义和无私是老师的责任 我会对方迎同学负责到底 直到他高考结束 以我来做榜样 当着全校同学放出豪言 丝毫不犹豫 苏应雪最喜欢被别人追捧 越追捧越忘乎自我 我记得前世苏应雪伸张正义 反对霸凌 她还故意挑起同学争端 闹出霸凌事件 然后苏应雪在出手解决这件事 维护霸凌同学 可她唯一不反对的 就是学生早恋 而且还举双手支持 这是她的破绽 也是她最致命的问题 于是 就在大家疯狂追捧她的时候 有同学主动找向了她 老师 我要举报 最近我在学校外发现有情侣 碰巧 我正在询问另一个老师问题 意外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不仅我听见了 办公室里的老师和同学都听见了 苏应雪淡淡道 我尊重他们 现在是恋爱自由的时代 真爱无价呀 她露齿一笑 满脸露出幸福的神色 你看我和我的未婚夫 就是在学校认识的 照样学习好 能考上好大学 她的话 让办公室里的人都安静了 大家纷纷看向她 苏应雪意识到不对 联邦改口 老师的思想虽然开放 但谈恋爱还是不能耽误学习 学习最重要 尽管如此 她恋爱自由 真爱无价的理论 还是让全校同学知道了 她现在是学校的名人 一举一动都会被学生发现 这下 苏应雪的理论被所有学生追捧 但她的恋爱自由理论 已经封离学校 不少蠢蠢欲动的学生 都大胆施爱 根本不在乎结果 这也导致学校里 谈恋爱的学生逐渐增多 身为正义使者的苏应雪 却无动于衷 甚至还在课上 主动谈起早恋的话题 早恋不是你们的错 这不过就是青春期的一种悸动 这是值得记住反复尝试的 在苏应雪的大肆纵容下 学生们早恋情况愈发严重 本来她的试用期13个月 由于她在学校里表现良好 校长破例给她减少一个月 校长让苏应雪 好好准备第二个月的公开课 这节课至关重要 不仅校长 主任会旁听 很多老师也会在场 她很看重这次的公开课 很早之前就开始准备 不过 她准备的不是课程 而是一场戏 方英偷偷和我说 苏老师让我把我妈请过来 在公开课上向她道谢感激 她不让我和别人说 但我想和你说 不知道这件事对不对 方英脸上露出为难的神色 这毕竟是老师的公开课 这样做会不会不好 我凑到她的耳边 小声耳语了两句 我忍不住冷笑 原来苏应雪教学技术不过关 就想走感情路 本来只是一场45分钟的公开课 可对她来说就是一场硬仗 直到公开课开始后 苏应雪站在台上侃侃而谈 台下不仅有学生 还有老师 主任 以及站在最后面的校长 课讲到一半 一个微胖女人 突然出现在教室门口 起初她是很冷静的 平静地询问 请问哪位是苏应雪 苏老师 面对这种突发状况 苏应雪一点都不意外 反而笑容满面地走下台 方迎妈妈 你不认识我了 她和善一笑 继续道 方迎妈妈 你不会是特意来感激我之前去看望你 一直关照着你家方迎吧 不必这么客气 这都是小事 是我们老师应该做的 文言 不少老师都看向她 校长顿时露出赞赏的神色 轻声说 苏老师果真是正气凛然 无私奉献 大家都要好好学习苏老师身上的优良品质 不仅资助学生 还私下探望病重的学生家长 可校长话音刚落 突然 啪的一声 清脆响亮的巴掌声 落在苏应雪的脸上 本来神色平静的女人 落下了两行位 她生死力竭 十分激动 都是你 都是你毁了我的女儿 你亲手给钱 让她去和男生进酒店 还推崇恋爱自由 有你这样当老师的吗 都是因为你 害死了她 此话一出 现场一片寂静 苏应雪脸色惨白 神色由震惊转化成了绝望 校长更是脸色凝重 神色极其严肃 她冷着脸 一声质问 苏老师 这是怎么回事 眼前的情况 让苏应雪措手不及 她整个人都慌了 神色紧张地询问 这位家长请你冷静 你的女儿叫什么名字 女人悲凉的眼神 落在她的身上 狠狠地说 你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 你真是坏事做尽 就你也配为人事 她叫林静 林静 林静是隔壁班的同学 那天 我没让方盈去喊她的父母 配合苏应雪演出 可我没想到 林静妈妈来的恰到好处 在关键时刻冲进来 大闹了一通 苏应雪突然松了一口气 我确实知道林静 她前阵子找我接了400 说是生活费不够 她的声音突然拔高 委屈的眼眶一红 我从没纵容过学生去酒店 旅馆等地方 不仅如此 我从没打算让林静还钱 这件事有同办公室的 其他老师可以证明 苏应雪正义领然 眼神一片清澈 和她同办公室的老师 立即为她作证 她瞬间扭转糟糕的局面 让校长对她刮目相看 全班同学都为苏应雪打抱不平 我信苏老师 我们都信苏老师 你少在这里污蔑人 林静妈被逼得没办法 她眼泪落下 哽咽道 可难道不是她在怂恿学生恋爱吗 难道不是她的言论 影响了我的女儿 难道她就没错吗 错的只是我的女儿 是我的女儿不知廉耻吗 她一声声地逼问 让校长没办法应对 只好让主任先带走她 安抚好家长 苏应雪没受到影响 顺利转正 而林静的事情 被学校压下来 再也不见回应 我本以为这件事 就争不了遥之了 可当我路过办公室 听见苏应雪站在窗前埋怨 怀文 这些学生家长 简直是疯了 我亲手给她女儿钱 吃亏的明明是我 可她像疯狗一样咬我 难怪现在有些学生 会对逼的跳楼 张怀文是我的亲哥哥 只能说一个被窝里 睡不出两种人 苏应雪顺利转正后 没再作妖 而我专心刷题学习 反复找问题 把知识牢牢记在脑海里 可能是前世学过的原因 这些题变得简单易懂了不少 转眼 到了月底考试的日子 这次的考试十分顺利 试卷上的题目 我都刷到过 我埋头苦血 分笔记书 交试卷的时候 心里异常的轻松 这次的成绩一定不错 果然 苏应雪顺不成绩的时候 特意点名表扬了我 她站在讲台上 轻声道 这次有明显进步的人是张怜 张怜班级成绩第二 差一分就能和班长并列第一 我心脏一阵狂跳 一直不住的兴奋 前世 我的成绩排班级前十五名 这次竟然能一跃成第二 坐在我后面的方迎 悄悄恭喜我 你真棒 竟然进步这么多 现在都是班里第二名 差点就能超过班长了 我闽唇一笑 心脏微微颤了颤 除了我妈能夸我两句 还没听到别人这么夸赞我 等试卷发下来 我赶紧去找我的错题 突然 我发现有一道题明明和答案一样 却被江应雪判错 我的心瞬间冷了冷 我站起身 和苏应雪反映这件事 老师 有道题你给我判错了 方迎试卷上的这道题 和我的答案一样 为什么它的是对的 我的就是错的 苏应雪错了醋眉 走到我的面前 他随意地扫了一眼 冷声道 这是你刚改出来的正确答案吧 张黎 你这种小心眼老实见多了 试卷上没有修改的痕迹 可他却说我是修改过了 为了争分 我眯了眯一眼 冷声道 我没改过 你不信你可以问方迎 他可以作证 苏应雪高傲地抬起下额 目光落在方迎身上 这道题是他改过 才告诉我的对吗 方迎一直都没说话 他咬住了下唇 难为情地看向我 我猛然攥紧了手指 心情瞬间成了成 身边同学都开始催促方迎 你倒是说话呀 张黎 不过就是一分 你还要争 第一名不是你 你心里很难受是吧 大家别吵了 先听听方迎说什么吧 虽然只是一分之差 但这关乎着学校里的奖励 学校里安排每个班的第一名 可以获得金牌讲师补习机会 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不少同学都想要 但名额太少 只选定了每个班里的第一名 这不是一分的事情 这关乎着以后能不能进冲刺版 我紧张地看向方迎 希望他能如实回答 可方迎难堪地垂下头 不敢和我对视 最后他轻声道 是的 张力修改以后才故意和老师说的 我心脏一阵收缩 质疑地看着他 他却不敢看我一眼 我突然意识到 我对方迎被刺了 很想笑 很想质问他 为什么不说真话 可面对苏应学嘲弄的眼神 我就知道没意义 他是老师 在学校里 有强大的权威 我平静地看着试卷 慢慢地收紧 钻成了一团 苏应学冷下脸 立声道 张力 你在冲谁发脾气 难道方迎说的有错 难道你在质疑老师的专业吗 他走上台 一正词言道 首先张力 合理怀疑你的成绩作假 我知道你之前的成绩 短短两个月里 你能和班长只有一分之差 这不是普通学生能做到的事情 你今天为了这一分 跟我耍这种心机 更让我怀疑你的成绩 不真 苏应学是只举起 轻轻扣了扣桌面 所有同学的目光落在他的身上 他继续说 其次 所有人都知道 我是公平正义的 不会亏待你们任何一位同学 我打出的分绝对不会有错 张力同学 念及你是初犯 这次老师能勉强原谅你 当着他的面 我慢慢地把试卷扯平 然后一点点滴撕掉 撕得粉碎 我不需要你的原谅 苏应学脸色大变 目声道 下课后来我办公室 下课后 我去苏应学的办公室 走廊上的同学都在议论我 就他呀 为了一分当众撕了试卷 还想作假 所有人都知道 苏老师是最公正的 最讨厌这种小人举动 他真是活该 到了办公室 我才发现苏应学根本不在 还是隔壁桌的老师和我说 苏老师好像是被他男朋友 接走回家去餐了 原来苏应学失去我家了 他和张怀文还没领证结婚 但已经住在家里 成了我名义上的嫂子 当初他忘记关煤气 让我煤气中毒而亡 所有人都以为是他失误 但只有我知道 他是故意为之 外婆有一套房子 价值三百万 还在逐年增加 因为这套房子 去年被划分进了重点学区 地理位置极好 外婆去世后 没有将这套房子给我救 而是专门过户给了我妈 作为他一个女人 在外面安身另另地退路 而他也特意言明了 这套房子只传女 不传男 可我妈只有两个孩子 如果我死了 我妈就不得不留给我哥 苏应学早就惦记上这套房子 恨不得赶紧抢过来 过户到张怀文的名下 这次我坚决不会让他得逞 趁着他回家 我也赶紧回家 省得他收买人心 套路我妈 刚回到家 就听到张怀文在痛霸 霸 这次你一定要替雪雪做主 张黎真是越来越无法无天了 他怎么能在课堂上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给雪雪难堪 情到深处 张怀文声音拔高了几分 张黎 一个女生能有屁大的本事 只会抄袭的蠢货 还说雪雪将题目判错了 我家雪雪是最正义的 怎么可能被他糊弄 我忍无可忍 反手抄起书包 砸到他的脑袋上 高三的书包有多重 可想而知 张怀文抱着脑袋痛哭一声 谁敢砸我 我捡起地上的书包 冷冰冰地看着他 我砸了 你能怎样 张怀文是气软怕硬的主 输出全靠嘴 一点打人的勇气都没有 他不像我爸 心不狠 不敢打 我爸走上前 扬起手 是反了你了 在学校不学好 欺负你嫂子 回来还敢欺负你哥 你想造反吗 躲在张怀文怀里的苏应雪 一脸挑衅地看着我 他又假装柔弱的是好 爸 李李还小不懂事 抄就抄爸还不承认 自己人倒是没事 他这以后出了学校 肯定会被社会毒打 我从书包里拿出一张试卷 放在他们面前 早就算到苏应雪会回来告状 我特意在办公室 向老师要了一张试卷 重新做给他们看 看到空白试卷 我爸瞬间懵了 你想现场做试卷给我们看 我挟了他一眼 所以 还有比这更有利的证明吗 我爸两久都没说话 张怀文倒是来劲了 好啊 你做呀 他讽刺道 偷来的成绩还能这么骄傲 你嫂子就在这里 你写完就让他对着答案 给你现场批 我立即打住了他的话 我不信他 你来批卷 张怀文高中成绩还行 在我爸狂杂补习班的推理下 成功上一本 他时刻盯着我 生怕我会钻空子找答案抄袭 那双眼 舍不得在我身上一开半分 期间 他连上厕所都忍住了 一直等着我做完 可我故意写完不给他 观察他的举动 见张怀文憋得满脸通红 起身准备去上厕所的时候 我连忙把试卷塞到他的怀里 你现在要是去上厕所 我要是抄袭 你都发现不了 张怀文脸色一变 你嫂子还在这里 他最公平正义 就算我走了 他也会看着你 苏映雪温柔一笑 笑意未打眼底 整个人都冷冷的 是啊 我也可以帮你审 毕竟我才是你的老师 我假装没听见他的话 紧拽住张怀文的胳膊 不让他去 这种题对你来说 不是很简单 你可是一本的高材生 三分钟你都能审完 张怀文被我夸得飘飘然 只好坐下线神卷 看过试卷后 他紧皱的眉头逐渐舒展 露出耐人寻味的神色 他越看越激动 连上厕所都忘记了 等看完后 张怀文一拍大腿 激动道 你怎么进步这么快 我家非常注重学习成绩 我们每月的成绩 都会让家长知道 可张怀文最看不上的 就是我的成绩 他总是觉得 我的成绩很垃圾 配不上苏应雪对我的教育 然而这张试卷 彻底颠覆了他对我的认知 爸 张怜这次确实考得不错 高考他要是照常发挥 好学校抢得要他 文言 我爸嘴角都快笑裂了 他收起胸很冷漠的神色 激动地抱住了我 乖女儿 你一定要好好学 等你考上九十八万五千二百一十一 我肯定好好和我那群老伙鸡吹一吹 我妈正在煮饭 听到这个消息 激动地走出来 她欣慰一笑 静静地注视着我 见到全家人都对我刮目相看 唯独被冷落到一旁 苏应雪瞥了我一眼 她厌恶冰冷的眼神 让我意识到不对劲 可我还没来得及多想 只听她轻声道 我怀孕了 轻飘飘的一句话 引起全家人的注意 张怀文激动地跑到她的面前 小心翼翼地询问 媳妇 你真的怀孕了 苏应雪不高兴地敏唇 冷声道 这还能有假 我还能骗你不成 张怀文赶紧扶着她坐在沙发上 脸上是抑制不住地高兴 谁骗我 你都不会骗我 谁让你是我媳妇呢 我爸坐在他们的对面 慎重地商量 小雪 既然怀孕了 你就赶紧怀文领证结婚吧 等孩子生下来 好上户口 有了孩子当筹码 苏应雪的底气明显足了不少 结婚可以 但是总不能空手就结婚吧 这样孩子以后都没有保障 这对我和孩子都不公平 本来我还在怀疑 苏应雪怎么会突然怀孕 直到她那孩子当筹码审判 我瞬间就明白了 她怀孕恐怕是假 想要房子才是真 我妈名下的房子 外婆说过 要看我高考成绩的好坏 来决定什么时候转给我 如果我考得很好 那房子就会作为奖励 立马转 如果我考砸了 那房子就会等到我结婚的时候 才能转 但我现在才18岁 距离结婚还有这么多年 期间很容易出现变故 苏应雪眸光微闪 伸手戳了戳张怀文的胳膊 眼神示意她 张怀文立即明白 连忙说道 爸 我妈名下不是还有一套房子吗 直接过户给我们吧 我爸没有片刻犹豫 直接答应 好啊 你妈的房子就是我的房子 留给孙子 这不是应该的吗 我妈站在厨房门口 听见了他们谈话 她走上前紧紧地握住我的手 为难地说 房子有学区 可以用来给孩子上学 给你们也不是不行 但你们要先结婚 或者等孩子生下以后再过户 苏应雪站起身 我是最公平公正的人 难道你们还信不过我的违人吗 他甩开了张怀文 理直气壮地说 连房子都手不得过户给我 孩子生下来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难道这就对我公平吗 既然如此 这孩子就没必要生了 要下狠话后 苏应雪潇洒地转身离开 张怀文在家大闹一通脾气 冲着我妈发火 妈 你有完没完 这房子你不给我 你想给谁 难道你想给张黎吗 她配吗 我才是家里的男孩 唯一的继承人 和她有什么关系 发了一通脾气 她才不管不顾地摔门离开 我爸更是气了一巴掌 要扇在我妈的脸上 我眼急手快 及时地抓住她的手腕 你凭什么打她 我爸瞪着眼弄吼 死丫头 反了你 说完 他直接把我推开 我的后背撞在伞把上 闷腾闷腾 离离 疼吗 我妈及时地扶住了我 满脸关心 我深呼吸口气 脑海中灵光一闪 低声道 妈 你先把房产证给他们吧 我倒是要看看 苏应雪能搞出什么花样 经过我和我妈的商量 同意把房产证给苏应雪 得知此事 苏应雪特别高兴 她一口一个妈喊的特亲 哄得我妈也高兴 我和苏应雪都在学校 时间上基本一致 私下里 我会拿我的私房钱 找人盯着苏应雪 她拿房产证 肯定不会大好事 我早就知道 其实苏应雪 从骨子里就看不起张怀文 也根本没有和她结婚的打算 她自始至终 都是为了骗走房子 为了钱 果然没过多久 她拿到房子后 第一时间就是放在平台上卖房 当时肚子显怀 被张怀文看出端倪 苏应雪在最短的时间里 火速打折卖出了房子 她把钱全都转到她的个人账户上 和张怀文说 这些钱放在我的身边才能安心 要是放在你那 你妹妹张黎 难道不会分走吗 她成功说动了张怀文 让张怀文安心地把钱 放在她的账户上 可没过多久 张怀文就联系不上苏应雪了 苏应雪把学校里的工作辞掉后 就彻底和我家断联 张怀文反复拨打她的电话 去联系她 结果 到头来苏应雪直接把她拉黑了 不对 她为什么把我拉黑了 明明她和我说过她要和我结婚 她怀了我的孩子 张怀文崩溃地蹲在地上 抱头痛哭 肯定是我惹她生气了 我去找她道歉 可我四处都找不到她 家里都没人 她究竟去哪里了 我爸更是气得差点冲过去 一下子踹翻了凳子 你把所有的钱都给她了 那可是三百多万 你竟然都给她了 她还没和你结婚呢 现在她卷钱跑路了 你去哪里找她 文言 张怀文立马站起身 心红着眼 怒声道 不可能 她不可能跑了 她是爱我的 怎么可能会跑 我忍不住嘲讽她 她连学校里的工作都辞了 难道不是想跑路吗 我走到她的面前 一字一句地告诉她 她和你在一起 不是爱你 只是想要这套房子 她知道我现在成绩优秀 被全家看中 以后想再要房子更难 她又不能真和你结婚 于是 她就想到了怀孕 骗你她怀了你的孩子 张怀文犹如遭到重大打击般 踉践着往后退了一步 她扬起手来 打算一巴掌扇在我的脸上 你胡说八道 我立即拔高了声音 你要是敢打我的话 你就别想知道苏胤雪的下落 她的手 瞬间停在半空中 她激动地握住了我的双肩 一声询问 你知道她在哪 她肯定不会卷钱跑路的对不对 我无语地翻白眼 这不是恋爱脑 这是白痴 我爸把我拽到身边来 激动地说 李李 你知道苏胤雪在哪 那你赶紧带我们去 把钱要回来 我轻轻一笑 要回来可以 但是这个钱只能是我妈的 来之前我特意让律师 你订了协议 把上面的种种条例 全都写清楚 只需要我爸签个名字就够了 这是我妈的个人财产 是我外婆给我妈的婚钱财产 这和你们 和我都没有任何关系 这是属于她一个人的财产 我敲了敲合同 微微一笑 只要你在这上面签字 我就带你去找苏胤雪 我敢和你保证 这笔钱绝对能从她的手上要回来 闻言 我爸气得脸颊通红 急声反驳 你胡说什么 这怎么可能她一个人的钱 这明明是一家人的 真是厚颜无耻 面对她的无能狂怒 我没放在眼里 只是淡淡的说 随你 你是想把钱落在自家人手里 还是想把钱交给苏胤雪呢 我看了一眼钟表上的时间 时间不多了 你要尽快做出选择 张怀文和我爸在客厅里急得团团转 我爸现在满头大汉 骑虎南下 张怀文即时出生 爸当务之急是找到雪雪 我妈又跑不了 不然你就签了吧 闻言 我爸犹豫了一会儿 拿出笔在合同上签了字 根据我的跟踪 知道苏胤雪现在五星级酒店里 她是今天的航班 很快就会出国游玩 她骗钱的次数不止这一回 不少人都被她弄骗 前世 我死后 苏胤雪拿到钱 还没和张怀文结婚 就直接卷钱跑路 这次 我早就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她肯定跑不了 来的路上 我就已经打电话报警了 到了地方 痛巧看见苏胤雪 正准备披行李香离开 张怀文飞快地跑到她的面前 拦住了她的去路 然后之后觉得反应过来 冷声道 苏胤雪 你真的想拿钱逃跑 话音刚落 苏胤雪冷冷地扫了她一眼 最后直接越过她 急步走到车前 准备上车跑路 她打开车门的那瞬间 我立即摁住了车门 你想跑哪儿去 耳边传来嘀嘀的警车声 她惊慌是错地看向我 眼里满是错愕 我微微一笑 轻声说 你跑不掉了 苏胤雪错了醋眉 神色瞬间冷下来 是你抱的警 张黎 你疯了吗 我立即一笑 无辜地说 嫂子 咱俩到底谁疯了 疯没疯 警察说了算 苏胤雪眉头一皱 转身抱住了张怀文 怀文 我们结婚吧 她倒是聪明 只要和张怀文结婚 全家人都没办法追究她的责任 张怀文就算再蠢 现在也该清醒了 可是张怀文远远出乎我的意料 真的吗 我心里狠狠一沉 瞬间冷了 等警察过来后 张怀文慢慢地推开了苏胤雪 苏胤雪得意地看了我一眼 挽住她的胳膊 我是她的未婚妻 马上就要和她结婚了 她冲警察俏皮地眨眨眼 轻声道 是我妹妹不懂事抱的警 她就是故意地抱假警的 她不会以为仅仅只是这样 这没事了吧 我还没说出她诈骗的全部过程 以及证据 张怀文就已经冷冷一笑 收回了胳膊 亲手把她交给了警察 这位是诈骗犯 她骗了我家三百万的财产 苏胤雪被警察抓回去进行调查 我和张怀文配合警察调查 交出证据 根据聊天记录和入账记录 都能确定苏胤雪有诈骗的嫌疑 苏胤雪需要留在警察局里 接受进一步调查 我们准备离开前 苏胤雪及时抓住张怀文的手腕 你真不打算救我吗 张怀文冷漠地甩开了她 我是恋爱脑 但我不是主脑 你骗我钱 骗我的感情 还让我救你 文言 苏胤雪神色一慌 瞬间白了脸 她还要说话 张怀文已经转身离开 苏胤雪祈求的目光落在我的身上 她别开脸 不情愿地说 我可是你的老师 你竟然做出这种事 我没这样的老师 你好自为之 苏胤雪自始至终就没打算做一位老师 她满脑海里都是如何疏离人设 骗取他人财产 没过多久 警方传来消息 确定苏胤雪不是第一次诈骗他人财产 有了实质证据 她被判三年有期徒刑 如今高考如期来临 这次我没有再被人举报 而是平静地考完了 我在高考上分笔记书 不敢错过一道题 写完会自动审阅一遍 确定答案 考场上 我时刻紧绷着一根弦 考完以后瞬间放松下来 可我没想到 刚考完就迎来了一个消息 我妈提出了离婚 不愿意再和我爸继续维持表面夫妻 她握住了我的手 嘴角浮现出苦涩的笑容 李李 你不用劝我 我已经决定好了 你爸爸白天对我冷漠 晚上又要分房睡 喝完酒就对我动手 我真的受够了这种生活 她脸色苍白 眼泪缓缓落下 李李 我一直不想耽误你高考 才忍着没说 我抱住了我妈 轻轻拍了拍她的后背 我支持你 我爸都气疯了 死活不愿意离婚 双方无法自愿离婚 还是进了法院 判定离婚成功 我妈成功离婚那天 我查出了我的高考成绩 我竟然考了710 如愿考上北大 我妈激动的落下了泪 颤声道 李李 我们终于解脱了 我趴在她的怀里 嚎啕大哭 把前世今生所有的委屈 全都宣泄了出来 这才是算真正的重生 我去北大以后 带上我妈 让我妈在那边找了个工作 能有住的地方 可以避免我爸的骚扰 一年以后 我和我妈偶然回去过一次 张怀文受了情伤 家庭惨遭变故 她整日浑浑落落 不愿意工作 欠了一屁股债 而我爸整日酗酒 醉酒后就开始骂张怀文 父子俩常常因此打起来 恨不得把家先了 离开了我妈 他们就该是这种下场 我陪我妈去医院检查身体 碰见了方盈 她心虚地看向我 有点不好意思给我打招呼 我走到她的面前 主动询问 你 上大学了吗 警号三四 她眼眶一红 垂下眼 落下了泪 苏老师辞职后 不少老师都愿意帮我 学费凑齐了 我心里松了口气 不是每个老师都像苏应许 老师也是普通人 说完 我打算去拿我妈的全身检查报告 可刚走到拐弯处 方盈喊住了我 张怜 对不起 当初我被苏老师要挟 要是这样的话 可能 可能她的学费都错不够 把她娇小的身影拉长 像个巨人一样 抗下了她家里的重担 我同情她的遭遇 但她也因此害我失去了机会 方盈 我不喜欢背叛 我知道你是迫不得已 但要是有下次的迫不得已 你还会背叛我 所以 我们不要再做朋友了 正义从来不是贬义 可不该毁补正义的旗帜 干出违背道德的事情